那么后人对胡夫金字塔的评价是不一的 有人说法老胡夫有超凡的魅力 是一个伟大的统治者 也有人说他是个暴君 我们对过去的历史人物的评价 如果说这个人好的话 一定是有争议的 如果说这人坏 有时候就没有争议 这是我们普遍对历史人物评价的一个态势 关于胡夫的故事有很多了 古希腊伟大的历史学家西罗多德 叙述了胡夫女儿的一个丑闻 他说什么呢 说这个胡夫女儿特别淫荡 它是靠淫荡建立起来的金字塔 每个和他发生关系的男人都必须捐献一块石头 所以说这金字塔就是靠这些石头建造起来的 那我想胡夫的这女儿不仅淫荡 还得身体好 另一个故事呢 是说呢 胡夫想把自己埋葬在这个 这个金字塔中的一个秘食里 于是呢 他就咨询了一个术士 这个术士呢 有多大年龄了呢 有100多岁了 110岁了 每天还能吃500条夹肉的面包 500条夹肉的面包要堆在这儿 我估计惨不忍睹 还能喝110壶啤酒 除了这个术士啊 是一同仁啊 上下是直的 你能把这些东西全灌进去 一个人是不可能吃得了这么多东西的 所以我们对古代的很多 记载传说乃至神话 都是一听了之 自我去判断 我们今天啊 如果去胡夫金字塔 有一个事不能忽略 就是我去之前 有专家呀 我这身边各种专家 我给这个 这个人发个短信 我说去了什么需要注意的 他告诉我 他说太阳传博物馆 这个一定要去 千万不要漏掉 我们大部分去 金字塔旅游的人 都会忽略这个博物馆 叫太阳传博物馆 就在胡夫金字塔这个塔下 他因为是单收费的啊 这个整个景区收完费 你到那单收费 很多人就懒得交这个钱 就不愿意去了啊 这条船呢 是建立的很久了 跟这个胡夫金字塔 是同一时刻 但是发现它时候是非常晚 54年才发现 1954年 那可不是跟我岁数差不多吗 船长有多长呢 将近44米 最宽处呢 大约有6米宽 那6米宽很宽了 比我现在这个场地还要宽呢 然后呢 它这个造型很有意思啊 它前面这个船的前头 翘起来非常非常高 就是说 特别像尼罗和 当时古埃及人 用芦苇编织的这个草鞋 它这个翘起来 这一块有7米5高呢 那相当于三层楼那么高了 那么为什么太阳船 要秘密埋葬在这金字塔旁边呢 据说啊 正好体现了古埃及人的生活观念 古埃及人是一个生活在自己神话世界中的一个民族 我们对世界的认知 都是有极大的局限性 不管你是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 你都基于你生活的状态 对这个世界有所认知 在这个认知之上 可以想象就是神话的出现 那么把神话和现实揉在一起 看待呢 埃及人算一个本事 所以古埃及人呢 他们建造自己的金字塔的同时呢 又建造了这样一艘太阳船 他会让他的法老 这个在一个世界跟另一个世界 美美的这样的循环 所以去埃及的这个胡夫金字塔 一定不要忘记啊 去一下这个太阳船博物馆 那里我告诉你 有一个事就直了 里头有空调 那么胡夫金字塔旁边啊 还有这个这个哈佛拉金字塔 那么哈佛拉金字塔 他现在是排第二 他第二大金字塔 他呢梯形结构呢 他上面有个尖啊 上面有个尖 你看他上面就跟个 戴个小帽子的这么一个尖 这个尖呢本身是平滑的 因为有这个尖 我们才知道金字塔最初的一个状态 金字塔在盖完以后 他不是台阶状 他虽然用台阶状把它雷起来 但是他有填充物 把它默平 在默平上贴了面砖 有点像我们今天盖大楼 当然他这个面砖都是石头的嘛 现在你在哈佛拉金字塔 下面还能看到 他滑落的这些这个面砖啊 这个金字塔呢 因为他金字塔和金字塔之间 你看着挺近的 实际上走起来还是挺远的 这个哈佛拉金字塔上面的面砖呢 就剩了那一点 导游就跟我们说什么呢 说这塔呀原来是纯金的 说整个都是金色的 那它是不是金色的呢 现在没找到证据 还有一种说法呢 说金字塔的尖上啊 这一部分都是纯金的 都是金色的包有金 如果当年啊 像这么大体量的金字塔 别说整体是黄金啊 铺在上面包在上面 就是尖上那一块 保留了一点黄金 也不得了的黄金量 使用的黄金量 一定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今天是看不到了 只是说顶上的这个 这个平滑的部分 原来历史上是有黄金的 那么哈佛拉啊 哈佛拉这个法老呢 他的雕像现在在开罗博馆 可以看到可以看到啊 当时他下令雕了尸身人面像 那么尸身人面像呢 它是这个金字塔的一个 另外一个标志啊 我们都知道 这个这个斯芬克斯的这个雕像呢 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雕像 他在十九世纪以前 身子是被埋在沙子里的 这都叫因祸得福 如果他被不被埋啊 可能早就被分化和破坏了 因为时间太长了 四千多年了 他现在鼻子没了啊 脸部也有损坏 看着不是太好看 所以有很多传说 斯芬克斯这个词汇呢 并不是一个古老的 这个埃及词汇 它是一个古希腊的词汇 古希腊的词汇呢 说它是有压制的意思 所以呢 斯芬克斯呢 在埃及语里呢 是地平线上的荷鲁斯 古埃及啊 是个多神崇拜的国家 所以你去看各种神庙 崇拜什么都有 荷鲁斯神是埃及人 最这个最崇拜的神之一啊 他是猎鹰之神 我看看埃及的各种神啊 他主要是对比较 恐无有力的动物 或者迅猛的动物 都有崇拜这个之一 比如鹰 比如鳄鱼 比如狮子啊 他都认为这些都是神 所以他要崇拜他 那么埃及的统治者呢 常常就把自己呢 跟这个荷鲁斯 跟这个鹰神呢 联系起来啊 就是把自己赋予一种鹰的力量 鹰呢 不仅有力量 能够展翅高飞 因为人不能飞啊 人能跑 所以对跑的动物的 这个羡慕是有限度的 但是对飞的动物 比如鹰啊 我们也是这样 比如我们的红山文化中的鹰 也是作为一种早期的崇拜啊 所以人类对能飞的鹰呢 是有无尽的一个崇拜 荷鲁斯神啊 这个鹰神呢 在埃及文化中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啊 当然他那里还有猫神啊 我们知道 巴斯泰特啊 就这种猫神啊 猫神 猫神很有意思啊 猫在这个古埃及呢 是个非常奇妙的一个读法啊 古埃及语里读猫 读什么呢 我给你读一遍啊 他读 实际上他读猫 猫呢 就是我们的猫嘛 我们猫也这么读嘛 所以有人认为 古汉语的这猫 它音就是这么来的 它是一种象生词 在古埃及中 处处可以看到这种图腾崇拜 对于动物的这种崇拜呢 那我们可以呢 可以看到 你比如说 就是做成这样一个面具啊 诗生人面相和猫神啊 巴斯泰特呢 这个他的 他就有这种保护的意味在里头 在这一点上啊 他跟古希腊中的说的这个压制啊 这个斯文克斯的这个 有一些联系 那么人们就推测啊 就揣摩在吉萨金字塔前面 这个庞然大物啊 这个斯文克斯相呢 他是用来镇守古埃及和法老的目的的 这一点跟我们的镇木兽呢 是思路是一样的 我们有镇木兽啊 你看看我们所有重要的木道 你去十三陵啊 如果你去明孝陵啊 包括过去的唐宋 这个皇家陵墓上 全有镇木兽啊 我们都成双成对的啊 有大象啊 有骆驼呀 有马呀 各种动物啊 那么 人做成木乃伊啊 我们下一集专门要讲木乃伊 那猫也能做成木乃伊啊 这个这个鳄鱼也有木乃伊 尸身人面相啊 他为什么没有鼻子呢 你去看啊 这个人没了鼻子很难看啊 不管是亚洲人 还是欧洲人啊 鼻子一定是凸起来的嘛 这个欧美人的鼻梁都比较高 我们亚洲人的鼻梁都比较矮 但是互相羡慕啊 你不要羡慕欧洲人是个挺伐的鼻梁 他还限制你是个他鼻梁呢 你到了这个尸身人面相前面啊 导游一定跟你说一套说辞啊 导游的说辞特别有意思 他就说啊 这鼻子为什么没了呢 说1798年 拿破仑侵略埃及时候呢 看他太雄伟太庄严啊 气得自个儿不行 说这个尸身人面相向我示威呢 一气之下就命令部队用炮弹 轰击他的鼻子啊 这说法我告诉你十分可笑 但是导游准这么说 其实早在拿破仑之前 就有关于他鼻子破损啊 就尸身人面相 人面这个鼻子破损的一个记载 我们自己横向比较一下 我们的文化啊 我们的商周文化 大量可以发现 人和动物的这个结合 人和器物的结合啊 你比如这个湖南省博物馆呢 商代后期的人面青铜方顶 你想把一个人脸啊 就一个脸这个结合在一个铜柱的方顶上 是吧 这种思维方式我想是古人对自然的认知啊 这种认知虽然有限 但是非常的有意思 它只能借助动物的非凡的能力 动物有很多能力比我们强 比如他比我们敏感 比我们奔跑速度快 比我们有力气 比我们能飞等等 他都会把这些优点跟人的这种理想结合在一起 所以埃及的这个尸身人面相 狮子 我们都知道到非洲去啊 狮子是最空无有力的猫科动物 跟人结合一起呢 才能守住这个陵墓 那么你到这个埃及啊 看见金字塔以后呢 你肯定会跟另外一件东西联系起来 这件东西就叫方尖碑 方尖碑啊 它也是一个锥体 它尤其到了最上面肩部这一部分呢 跟金字塔是一个样子 就是一个这个四面的一个角形的锥体 那么除了金字塔啊 是埃及古代的一个最著名的象征 其实方尖碑也是 方尖碑 AEP方尖碑 你在全世界任何地方看到方尖碑以后 它都是来最初来自于埃及 方尖碑啊 这个我们现在在埃及能看到的数量存着的不是特多 大概不到十足 方尖碑呢 这个它的比例啊 它是有一定的比例的 这个有这个专家都测过它 它大约是在就是粗细这个比例都是十分之一或者九分之一 身上呢都刻有象形文字啊 我们去的有人明白还告诉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是哪个法老的名字啊 有人还居然能念出来 我这个觉得这些人都是不得了的人啊 我们全都不认的 那么方尖碑呢 它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呢 它是用一块整石头雕的 你在埃及看到的方尖碑呢 它都是整石头雕的 不管多大 多小 它都是整石头 当然也会看到一些残的 比如横躺在那的 方尖碑呢 通常都放在神殿里头 也是左右对称的 但据说呢 也有放在私人的木道旁边 那从新王朝时期开始呢 方尖碑呢 就常常成双成盾里的 放在了神殿的门口 它就是一个纪念碑 上面的象形文字就刻着法老的功绩啊 由于方尖碑呢 是埃及最重要的文物 你不管它体量有多大啊 它在近代 各自分主义强国 都觊觎它这碑 所以呢 有的碑就被运走了 现在埃及剩下 据说还有五个方尖碑啊 我这次好像都看见了啊 那么剩下的方尖碑都在哪呢 在世界各地啊 比如法国的方尖碑 在法国的协和广场啊 非常有名 它什么时候被掠夺走的呢 是1836年 这个 这座方尖碑呢 它本身在埃及呢 是在卢克索神庙前面 现在还剩了一个 所以导游一定跟你讲 这是剩下那个 那个就被法国人给弄走了 这个方尖碑 这个有多高呢 有23米 23米是很高 重量有多重呢 有230吨重 是由一块整石头 红色的那种花岗岩 雕刻出来的 上面这个铺满了 这个刻满了埃及的象星文字 那内容一定是 这个歌功颂德 这不用问啊 赞颂法老啊 拉美西斯二世 就他的丰功伟纪 方江贝的基座上呢 记载着 当时这个 从埃及运到法国的一个 艰难的过程 这是在法国啊 你可以看 当时这个东西呢 发现他以后呢 他们就首先要 要这个建这个 运输工具啊 我们今天的船是很大了 最大的船一定是航空母舰啊 运这个没有问题啊 230吨跟铁也行啊 当时不行 当时没这么大船 怎么办呢 先造船 光这个船呢 就造了这么好多年啊 然后呢 造好船以后 把他想办法运到船上呢 经过三年时间 经过尼罗河 地中海 大西洋 塞纳河 又用了三年时间 才处理在这个 协和广场正中 这石头真够大的啊 230吨 你们想想 230吨 要把它从埃及 运到法国去 中间要经历 多少艰难困苦 那么有没有比他 更大的碑呢 有 在哪呢 在中国 在中国哪呢 在中国的南京啊 大家有机会 如果去南京啊 除了中山陵 南京博物院看完了 还有时间的话 一定要去南京郊区的阳山 一打听阳山碑才 你就会看到了 这个碑有多大 这个碑呢 是当年啊 永乐皇帝 为他爹啊 红武 响力的一块碑 这个碑长呢 有78米 我刚才讲 运到法国的方间碑 只有23米 他有他大概 三倍多高 那他显然就要粗出去 他重量有多少呢 重量经过计算呢 超过了3万吨 是方间碑的一百多碑 所以这个碑呢 当年早晚了 立不起来 不是当年立不起来 今天也立不起来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方间碑啊 你看到方间碑的时候 你看到的如此的壮观 你如果去了阳山啊 南京郊区的阳山 看了阳山碑才以后 你才会发现那方间碑就没多大 那除了法国的这个 协和广场的这个方间碑呢 在你 比如在梵蒂冈也有啊 在美国华盛顿也有 美国华盛顿的方间碑 是按照方间碑的形式建立的 它不是一块整石头 它是砌的啊 这个它非常的高 它有多高呢 有169米 它不可能是一块整石头 169米后来呢 华盛顿特区呢 就有一个明文规定 以后在这个区域建的 所有的建筑 不得超过它的高度 这个是1854年开始建立的 建立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它南北战争就打起来了 然后呢 这个方间碑就停止了建设 你今天去看 它上下两个颜色是不一样的 它中间相隔了22年 22年又重新去 重新启动 继续建设的这个工程 前前后后拉了几十年 才把这个方间碑建成 去华盛顿的时候呢 远远的就可以看见方间碑 看到美国人 美国人在设计这个碑的样子上呢 没太多的想法 它就按照方间碑的这个样子去建的 只不建的超大 我们新中国建立以后呢 要在天门广场上 要为我们为新中国 这个建立啊 牺牲的很多英雄们 要建一个碑 所以这就是我们知道的中国人民 这个英雄纪念碑 这个碑呢 据说最初的时候 也有人提出就按方间碑的样子建 但是中国人还是有想法的 希望我们有自己的文化 有我们自己的碑心 所以就建成了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为我们的革命烈士建设的 这个纪念碑呢 是有一个独特的形象的 它的通高有多高呢 有大约38米高 那就是比法国掠走的那个方间碑 要高出十多米去 要跟美国那个 华盛顿碑比较起来 就没有那么大 这个碑呢 每年的时候呢 我们到了这个重大节日的时候 都会有国家领导人呢 我们的老百姓呢 去评调我们自己的先列 这个当时这个碑建好以后呢 毛泽东主席亲笔书写了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这个八个大字 今天在正面 你可以看到这八个 贴着金箔的大字 背面的碑文呢 是由毛泽东主席 起草周恩来总理书写的 这个碑文 我们去的时候过去都念 就是三年以来 三十年以来 由此上缩到 1840年以来的英雄们 我们永垂不朽 大概是这样一个文字 我们到了这个埃及以后啊 看胡福金字塔 肯定是必然的一个项目啊 不可能你到了埃及首都开罗以后呢 你不去看啊 那么一般中国的旅游团 我们今天呢 个人去的机会不太多啊 跟着旅游团的机会比较多 因为我跟很多个旅游团的那个游客聊天 我说你为什么不自由行啊 他说因为埃及这个地方 还是不是太了解情况 跟着团呢 相对都比较安全 所以我们的旅游团安排的最后一站 往往都是亚历山大的这个 这个这座城市去看看旁边住 亚历山大是埃及的第二大城市 亚历山大呢 它相对比开罗呢年轻 所以那个城市呢非常像就非常西方化啊 它离开罗有200多公里啊 面对这个地中海啊 看着非常漂亮啊 相对来说呢 它脱离了开罗那个沙漠的那种气候 我去的时候已经是比较热了 最热的那天大概有356度啊 我离开它以后气温就会急剧升高 说夏天的时候也有外国人去啊 西方人很多人不怕热啊 愿意在最高温时期去埃及 那书人少 那书气温可以高达四五十度 我们估计我们都受不了 但总有人能受得了 那么我们去亚历山大呢 就肯定去看旁边住吧 一到旁边住这啊 什么都不用说 导游讲了各种离奇古怪的故事 你听了一路啊 然后到那有一个英文牌子说 导游讲的全是瞎编的啊 一个都不真实 唯一真实的是什么呢 是迎接我们的猫 我们官府猫有很多亲戚啊 就是都在埃及呢 迎着我们 这个埃及的猫 因为它是热带啊 猫是从热带地区啊 是从非洲 我们豢养的猫 都是从非洲 这个走出来的 遍及世界各地 不管今天有多么郁寒啊 有的猫 你像挪威森林猫呢 俄罗斯很多猫呢 毛都长得很多 它很适合在严寒的地区生长 但是猫的祖先都来自于很热的非洲 所以你们家里养的猫最喜欢去暖和的地方 就是这么个缘故 那么埃及的这些猫 亚历山大的猫呢 都比较瘦 都耳朵比较大啊 比较瘦 个体都比较小 它在那迎接着我们 我想这都是我们官府猫的亲戚 那么就跟我们埃及的这个猫神巴斯特一样 你看巴斯特这种形象呢 就是比较瘦的 比较健美的啊 就像我们猫里有一个猫名字叫不能抱啊 那猫为什么叫不能抱呢 是真的不能抱 你抱着它不干 那猫浑身都是肌肉啊 那比别的猫能多窜出去两米去 但那猫很友善 你怎么摸它都没事 就是这种体型 每个地狱啊 养育了每个地狱的文明 我们的文明就是这样 它的地狱性非常强 我们中华文明就是在我们的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啊 这两条大河孕育起来的一种文明 那我们每个人呢 应该在有生之年走出去 看看其他的文明 比如尼罗河的文明 每个人呢 每个人都都是 不太多 对 的 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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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